根据国际藻类,真菌和植物命名法,Ignon,Agrostus capillaris常见弯曲,群体弯曲或鹤顶的学名是Agrostus capillaris普通弯曲,群体弯曲或鹤顶,Agrostus capillaris普通弯曲,群体弯曲或鹤顶的通用名是Agrostus capillaris普通弯曲,群体弯曲或鹤顶,Agrostus capillaris普通弯曲,群落弯曲或鹤顶是和本科和本科的根筋。 有精的多年生植物,它原产于欧亚大陆,并已广泛引入世界许多地区,殖民地本特生长在潮湿的草原和开阔的牧场,也建于农田、路边以及受入侵和潜扰的地区。Agrostus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是饲料植物的意思,Agrostus的意思是田地。 它生长在中性至酸性土壤中,Agrostus capillaris普通弯曲,群落弯曲或鹤顶是和本科和本科的根筋,有精的多年生植物。 它原产于欧亚大陆,并已广泛引入世界许多地区。 殖民地本特生长在潮湿的草原和开阔的牧场,也建于农田、路边以及受入侵和潜扰的地区。 Agrostus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是饲料植物的意思,Agrostus的意思是田地。 它生长在中性至酸性土壤中,Agrostus capillaris普通弯曲,群落弯曲或鹤顶是和本科和本科的根筋,有精的多年生植物。 它原产于欧亚大陆,并已广泛引入世界许多地区。 殖民地本特生长在潮湿的草原和开阔的牧场,也建于农田、路边以及受入侵。 入侵和潜扰的地区。Agrostus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是饲料植物的意思,Agrostus的意思是田地。 它生长在中性至酸性土壤中。